这是一箱自家热包 这是一盆清水 放入两颗昆蛋 看到这里 我想你们应该猜到我要干嘛了 没错 就是用这些自家热包 看看能不能把那两颗昆蛋煮熟 实验非常简单啊 那我们直接开始 我们先放入三个自家热包 哇 这个水沸腾得很厉害啊 哇 这水有一些微微烫手了 照目前的水温来算 还差点远了 我们再加入三个自家热包 一瞬间啊 很快啊 我们现在再来摸一下这个水温 这个水明显啊 比刚刚热了很多 要想煮熟鸡蛋 我们就让它水温一直上升 所以我们要不断往里面增添自热包 这个盆子里面 现在已经都是自家热包了 已经看不到鸡蛋了 哇 你们还别说 这个自家热包工作时间好长啊 我们必须保持这盆水的持续沸腾 把之前先放入的加热包 释放完热能的给它替换出去 第一轮实验 我们的水分蒸发的差不多了 我又新加了一盆水 这盆水蒸发的差不多之后 我们就把这个鸡蛋拿出来 看一看它有没有熟透 30分钟后 好 我们第二批自家热包能量已经全部释放完 我们给它挑出去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实验的结果 鸡蛋有没有被煮熟 其中有一个都已经被煮开裂缝了 我觉得 哇 好烫手 我觉得应该没有问题了 哇 是不是已经熟了 非常不错啊 这个蛋清已经完全煮熟了 我们把它掰开看一下里面 哇 爱心的形状 看见没有 里面也完全熟透了 这个自家热包是可以煮熟鸡蛋的啊 我认为如果你有足够的家热包 你蒸熟一锅米饭也是没有问题的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不可能 我想 噢 谢谢大家